下宝贝 打开 包裹让人看看 我刚才已经用刀子已经打开了 看没有 这一箱 十瓶 其中有五瓶给我们家牛打过了 打过七龙药了 这剩下五瓶准备给羊打了 大家看没有 这是油鸡素猪肉液 这是体外冲的 去体外冲的 打针的 还有 还有两瓶 阿美纳的药片 这是去肠道冲的 这一瓶是50片 总共100片 这个阿美纳的药片 我买的不多 是因为前段时间 羊体那童全部都去过了 所以说就临晨买了两瓶 这两瓶是给那些 呃 之前没有去的那些带羊羔子的牡羊去的 那个牡羊 一小羊羔子已经断来了 所以说给牡羊去一下 就给羊去虫 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好多网友都说去虫太麻烦了 我也是觉得很麻烦 没办法 你要是说想用那种拌料的去虫 确实简单 是吧 你拌在这里面让羊吃就行了 确实简单 但是 去虫效果大家也都知道 不是太不是太理想 我平时给羊去虫就是肠道中和体外虫分开去的 先去体内先去体外都行 无所谓 但是不能同时进行 另外去虫的同时一定要给羊见卫啊 一定要见卫 好多人都说为什么要见卫的 是因为你去虫要你给羊去虫是可以 他能杀死精神龙 说明他有一定毒性 但是他杀死精神龙的同时 他对羊的留位也有一定伤害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两三个月以内的想高子 咱们能不给他去虫就不去虫 首先来说两三个月以内的想高子基本上是以母乳为主 那精神虫很少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两三个月内的想高子他的留位正在发育 你这时候给他去虫的话他对羊的留位有伤害 这个伤害而且是不可逆的 所以说尽量 两三个月以内的想高子不要去虫 对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咱们给羊去虫或者给羊打疫苗 这两种工作是不同同时进行的 就是说你先打疫苗也行 先去虫也行 但是疫苗和去虫都不能同时进行 去虫和打疫苗最好是选择天气晴朗的时候打 另外去过虫之后羊如果说在接压了两三年之内 出现那种拉的分辨一坨一坨的 这属于正常现象 过个一段时间就慢慢就好了 好 不说了 给羊去虫去 今天又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作品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